新竹福岩金社举办了金刚般若法会 今年应顺导师原籍19周年 包含了朱山长老以及福岩师生 还有慈祭志工 加上各地前来缅怀的信众 有500多人 前程恭送经文 感恩回报法辱圣恩 应顺导师的想法就是 打开了我自己对于佛法的想象 那也算是找到了活水源头 应顺导师原籍19周年 福岩金社尊崇遗愿举办法会 诵念金刚经和无常经 前来缅怀的除了朱山长老 以及福岩师生 有更多是年轻学子 导师是人不在说佛世界 但是导师的精神恒常不灭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慈悸的人 是奉行导师的人间佛教 菩萨道的精神 导师毕生著作700多万字 致力推动人间佛教 后代弟子弘扬教义 回报法辱生恩 就是人如其书 他书怎么写 他就怎么做 就是人如其书 他有用他一生的这一种修行 去世间 他所学到的这些道理 法处制 法处制 后来我们才来这个厚德制 我现在到会日讲堂 就是要把这个我们在福岩里面学的 把这个佛法导师的思想弘扬出去 此季志工协助事前布置 也负责整理复原场地 留下雨后 清静的道场 以及感念师恩的欢喜 大爱新闻 真正美志工彭惠美 黄伟恩 黄敏祥新竹报道